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远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7章 多用户留言系统1.400创建用户表 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把数据库给建立起来 然后建一张我们的用户表 然后进行怎么样啊 操作 好 我们先升级一下1.4的版本 虽然这个版本呢 在这个PHP里面做的不多 但是上一节课我们看看有什么要改更改的啊 嗯 来 我们先这个 把这个 放进去 嗯 1.3 放进去 yes true all 打开我们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看看有什么东西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 好 这边有个头像 是吧 有个头像 嗯 它头像的没有转译 是吧 是直接复制的 我们要这边要更改一下 然后打开这边的 这个 这个头像呢 其实很简单 嗯 用户名 密码 然后问题 两边空调 这边呢 这边呢 其实也要两边空调 因为是回答嘛 回答的话 我们也就给他来一个 嗯 这是问题 这是回答 等于 把回答也进行一下 两边空格的 空格的删掉 删掉之后 密码 密码在上面 在问题的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写一个啊 那这个呢 其实并不需要检测 对吧 你只要这么写就行了 嗯 然后一个是性别嘛 性别的话 其实也是string 一个变量 我们就用string就行了 然后直接返回就行了 返回一个 呃 转移一下 对吧 虽然他不是要填的 也没有单一号之类的 大家转移 转移一下啊 防止万一 好 这个写一下 它什么类型的呢 它是string类型 这个呢 什么意思啊 性别 是吧 性别 它返回什么类型呢 返回一个字符串 返回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是这个类型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差不多了啊 就写这么多 再来一个 check 呃 头像 头像也是字符串 return mySQL stream 同样的 check face 头像 返回的是头像 然后它也是什么类型呢 是公共的 public 返回的是 stream 类型 好 这边加个公共的 好了 那这两块 我们做完了之后 直接的就怎么样啊 将它转移一下 check 嗯 这个是性别 性别 然后这一块是头像 好 那么这块就没有问题了啊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要根据这边的内容呢 来给它创建一个数据库 创建一个数据库呢 在ph adme 来创建 我们先进去 mindme root 量番 密码 对吧 好 在这里呢 我要创建个数据库 数据库的名字叫test gast 对不对 什么类型的呢 就是说我们以后有字符的话 全部是这个什么 数据库采用的是这个编码的类型 对吧 这个字符 然后我们是utf8 然后选择通用的就这个啊 就这个啊 记开头的g-e-n-e-r-a-l 好 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来个十个吧 这个名字呢 是tg 然后user 我们这边呢 来十个 然后执行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有的吧 好 那么我们下一步 我们要创建字段 我们就根据这边来创建 第一个是自动编号id 好 我们来看 tg-id 那么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存放 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标 那个标识 从1开始 123456789 对吧 好 我们这个网站 你要估计会有多少人注册 比如说我估计会有 嗯 一千万 对吧 一千万人注册 那么你就至少八位 八位 对不对 那么一亿 一亿的话 就是在9999万 也是八位嘛 那么你选择一个 这种类型 这种是整形嘛 啊 它的 这种类型是整形 长整形 属于比较长的 可以放多少位的 可以放八位的啊 我们就写个八位 八位啊 一般来说是这种 这种比较多啊 一千万人嘛 你的网站一千万人上线 对不对 好 整理呢 这不需要 因为是数字 那么这块呢 要选择 选择几个嘛 我们就选第一个 是他因为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那个 呃 他并不是那个 从一开始 或者从零开始到多少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把它做成什么 正整数啊 正整数就无符号的啊 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 我们把那个手册给打开来 这样对照的话 大家可以清晰很多 Scale部分 在这里 我们找到列类型啊 我们找到那个 数值型 好 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我们的网站有一千万人 一千万个用户 所以呢 你要用这种类型 你看 上面是短整形 小整形 对吧 很短的就是一点点 0到255 那么这个呢 是0到 嗯 一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 呃 二百二十一 对不对 二百一十五 那么0到这个 不然的话 就是负的八百三十八万 所以我们用这个 能够有一千多万啊 一千多万 我们八位 嗯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八位 对不对 好 而且它的长度是八 怎么是算的是八呢 从这边开始算 一位 呃 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六位 七位 八位 好 那么你还要是五符号的 所以说你必须选择的是第一个五符号的 那么你这个能不能为空呢 not none 不能为空 有没有默认值 没有默认值 额外什么东西 它是自动编号 自动编号什么意思啊 不需要你自己去新增 从一二三四五 它自动新增 然后它要 它也是组件啊 它也是组件 它也是组件 这个是组件啊 组件 嗯 那么这边我还要写个字典 就是它的注释 叫做用户自动编号 就是写这边写这边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 TG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呃验证的 验证登录的唯一标识符 看一下 就这个东西吧 写一下 那么这个它会返回一个什么东西呢 大家也知道 哎 这个会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40位的 40位的唯一标识符的编码 用来 用来检验呃 你的这个个人身份 防止攻击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的作用 那么 它的位数是40 是死的 所以用chart类型就可以了 40位 因为chart的话速度更快一点啊 因为它的和 achart的比较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就不需要 对吧 其实它 你这边选utf8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数据库 也是utf8了 所以说你选和不选的话 它会自动的 自动的生成utf8 所以我们不选也没有关系 它能不能为空的 不能为空 熟悉没有 这个也没有 然后呢 给这边呢 给它来个 验证 身份的 唯一标识符 好 拉到这边来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是 应该先来这个 先来这个 active 对吧 激活 激活账户的唯一标识符 它的功能是这边 在这里 激活账户 在这里 对不对 好 这个自转的功能呢 是用来激活我们登录账号的 也是chill 40个 什么都不要 一直往后拉 这边就写个注释就行了 激活 登录用户 OK 行了 再往下 再往下 你usename password 我们这一开始就把它全部写起来 tg usename 先写 tg password 然后 tg 是密码 提问 question 提问 回答 回答是answer answer 对吧 然后email qq uil 我们先全写起来 然后在那个 email tg q tg uil 这个时候发现不够了 不够怎么办呢 在这里有添加 添加几个呢 我再添加十个 然后点击执行 OK 它又多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先不忙往下添加 我们先分别看一看 usename 我们这边设定的是 20位最大 所以说你在这边可以 用witcher 对吧 因为它的长度 长度不一定 你如果 你不超过20的话 两个字的话 后面还有18个字 怎么样啊 空了 它会给你自动删掉 所以这边写20个 那么这边呢 其实是要utf8的啊 utf8 点一下 但是这个也没关系 你不写也没关系 因为 只要是witcher和chart的话 它会自动的添加utf8 utf8 那么这个密码呢 也是采用的chart类型 是40位的 因为它是加密的 它们都不能为空 都不能为空啊 我先写一下吧 这个叫用户名 这个叫密码 密码 下面叫 下面是密码提示 这个是密码回答 密码回答 那么密码提示和密码回答 密码提示呢 它会也会转换成什么 40位的 40位的SHAE 对吧 那个散列表 散列码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没有的 就写个 它这边写多少位 还不知道 你的回答也是不能超过20位 所以我这边写个20可以了 那么utf8 utf8 也就是中文 对吧 也是不能为空 这些都是不能为空的 不能为空 好 那么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email email我们这边设长度了吗 其实没有设长度 其实你要设个长度最好 最短的话 我们不管它 我们要最长不得 最短不能少于6位 最长不能多大于40位 可以吧 好 可以的 那我把这个再写一写 我们把前面的复制一下 就把 email 还是自己写一下吧 在email是在这里 给它来一个 mix 最小的位数 number 最大的位数 这个地方就不要用那个 mb的utf8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肯定是纯数字了 不然的话下面就不支持了 格式不准确 我们就写在下面了 如果格式正确了 你还要判断 好 先判断这个吧 因为如果是中文呢 中文先把它过滤掉 中文给过滤掉了 然后再判断它的长度 因为你中文不好判断 你不用那个的话 我们直接用这个来判断的话 好 用string 它的长度如果小于最小的 或者 大于最大的 那么就给它来这么一句话 邮件长度 长度 邮件长度不合法 邮件长度不合法 那么这个呢 加个下滑线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嗯 那么就是6位到40位之间 那么我这边呢 就写个40是没问题的 能不能唯空呢 这个地方能唯空 为什么呢 为什么能唯空呢 好 为什么能唯空呢 因为我这一块呢 本身 你大家看 本身你这边呢 就是可以唯空的 test test 1.4 好 1.4还没有 1.3 guest 1.4 好 我们点注册之后 这边是b填的 而这边是可选的 所以说你这边要设为 设为什么 设为num 是可以的 好 默认值呢 默认值也没有 密码 这个叫 邮件 QQ呢 QQ是5到10位吗 你们就写10吗 这不很简单吗 可以唯空 UIL 40位 40位 不能大 不能大于40位 其实UIL可以更长一点 UIL的话 我们限制它为 就40位吧 不准长了 就40位 那么你可以这么来 在UIL后面加个参数 40 然后我们在UIL这边 这边还有个问题 你这个Email的时候 如果唯空才这样子 返回一个num 如果不唯空的话 就执行这块 然后就把它包在里面 就可以了 这个要写到里面 比较合乎逻辑 好 下面是 UIL UIL的话 就写在这里 写一个 最大的长度 如果 如果 这个 Streme 的最大长度 大于 这个 那么 网址太长 是吧 网址太长 本账不收录 网址太长 好 下面 继续看 那么这边 我们就40位 要搞定 能不能唯空 可以唯空 然后给他写一个 这个是QQ 是吧 这个是网址 好 网址 好 继续看 那么网址搞定了之后 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呢 性别头像 没有写 继续看 TG 性别叫Sex Sex 其实就是一个男和女 对不对 那么就一个 可以了 一个就可以了 那他也是UTF8的 这边 你可以选一下 可以不选 反正他会自动的 会自动会跳 可以唯空吗 不可以唯空 因为这本身就有 性别 性别也可以 其实用0和1代替的 我们这边就用男和女的 中文字来代替了 下面一个是头像 头像的话 大家想想算一算 有多少位呢 大家看 你这边的头像 地址 4位 5位 6位 7位 8位 9位 10位 11 12 一共就12位 对吧 不会长 不会短 又是4位 12位 你就写个20位吧 应该都是12位 大家看 应该是M01 M64 全部是12位 全部是12位 所以你可以这么来 写12就可以了 写12就可以了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这个叫 投像 对吧 这句话 这句话倒是在看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错误 对不对 看能不能新增进去 然后就换成WeChat和Chat 其实都可以 也就是说能有Chat的时候 尽量用Chat 因为它是统一的 长度是统一 这样取值会更快一点 好 最后三个是注册时间 注册时间 我们看 注册时间 全部用时间来 有些人喜欢用字符串 也可以 根据情况来 IG Tom Datom 这个不要写了 对吧 能不能为空 注册时间 是不能为空的 不能为空 注册时间 好 下面一个是最后 最后登录的时间 Last Tom 最后登录的时间 我们以后会登录 登录 你要给它登录时间 那么这个能不能为空呢 这个可 我想想 这个是你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它本身就没有值 没有值 没有 不能谈登录 就可以为空 可以为空 对吧 可以为空 最后登录的时间 因为你第一次注册 这不算登录吗 好 最后一个 TG 是最后登录的IP 你注册的时候呢 要不要写IP呢 注册的时候 其实 嗯 就是一个IP 啊 那么就不能为空吧 最后登录的时间 那么我们这么规定啊 你第一次注册的时间 就是最后登录的时间 以后再登录就会修改 那么IP呢 也是你第一次注册的时候呢 你就有IP 对吧 这IP呢 是多少位呢 是 121222222 42222 对吧 4个点 3位什么的 那就20位肯定够 对吧 有的长度不一样嘛 好 能为空吗 不能为空 就三个可以为空的 其他都不能为空 嗯 最后登录的 IP啊 最后登录的IP 好了 那么这边我们就全部完成了啊 大概就全部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保存一下 好 保存之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 看看它的结构 你看 有些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用ETF 它会自动的给你加上ETF8啊 好 那么这整张表呢 呃 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 这地方 我们看一下 执行一下 这个是不小心选到了 是吧 就选个空的 保存一下 好 它自动就ETF8了啊 呃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全部做好了 你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没写的 ID 标示符 Ensynet把做的问题 QQ 头像 目前我们就写这么多啊 目前我们就写这么多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将要将 将这个点击的功能做上去 然后注册一下 将我们的第一条 个人用户写入这个数据库啊 写入这个数据库 当然还有一个 你要呃 要分两节课 第一节课呢 是用就是按理解的方式去写 注册一下之后呢 呃 可以收到数据数据 然后第二节课呢 要将这些操作包装起来啊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还要判断有没有用户名重复之类的啊 这是细节方面的东西 最后呢 我们就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